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方将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与美方进行交流 这是对出口管制措施的滥用 是对自由贸易和国际经贸规则的严重背离 将严重损害中日两国企业利益 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 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有关审查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我想强调的是 中国政府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持续改善营商环境 愿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 欢迎各国企业各类产品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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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